第七世代的Expo360虽然最后能就垫底 但和唯一PS3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微小了 让人感觉当初要是稍微再加点力 运气再好点 哪个第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等第八世代即将开打时 我让觉得是时候颠覆索尼的游戏王朝了 凭借Tenect体感游戏 极掉彼得摩尔上位的唐玛特迪克 无疑这是春风正德一时 关于这位老生活瓜哥上一季已经喷过了 但你要说他一点能力都没有 那倒也不至于 所以这里我要稍微画点篇幅 介绍下他的分工伟业 马特迪克直到2007年进入微软前 一直在EA工作 期间主导过极品飞车 模拟人生等诸多EA招牌名作 据在EA和他共事过的同事回忆 马特迪克是个带脸偏执 同时又非常自负的人 只要你没有完成他指派下来的任务 那他是会毫不留情的 让你当场收拾包裹走人 这性格可能也是之后 造成他和玩家对碰中播的重要原因吧 2007年到2010年 马特迪克进入微软 担任互动娱乐事业部的副总裁 这一段时间是他的高框时刻 期间他降低了Expo360的生产成本 帮助Expo360成为了北美市场的销售冠军 Expo来无会人数 也从600万增长到4800万 当然最关键是其主导的产品 Inact上市 最终销量2400万的成绩 成为了全世界销售最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也因此2010年马特里克 被提拔为Expo互动娱乐事业部的掌握人 删了后 他马上投入到Expo下一代 在游戏主机的开发工作中 想为全世界带来一款超越游戏的游戏主机 一台利润更高 目标更远的家庭硬件 而Expo手玩 这是他的手笔 作为微软推出的第三代家营游戏主机 其配置了8核处理器 GPU浮点运算 每秒1.31T 8GB的内存和500GB的硬盘 因为开始追求利润 马特里克去调了前两代 亏本卖硬件的传统 所以这一代主机有个普遍的特点 就是技能都不是很足 这也造成了第八世代的游戏 能稳定1080P30帧 开发商都属于鲁德鲁 这和以往微软超能力杂硬件的人设有点不符 隔壁索尼虽说同样抠仁 但其配置对比Expo手玩 还是高了那么一点点 这让PS4在跨平台游戏的表现力上占尽了优势 但瓜哥始终认为 主机性能虽然是主机战争胜败的一大因素 但从来不是最主要的那个 而造车Expo玩溃败的 不是差了那么一点性能 却是马特里克之后的一系列稍操作 时间退回到2013年2月 那时索尼首先公布了四代主机PS4 但这个发布会 索尼自己也属于明显搞砸了 送了微软一份大礼 整个发布会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PS4的真龙 只在不停地介绍它的手柄 而说起手柄 微软表示我不困了 不正是我们主机的长处吗 这番操操作 让屏幕前撬手几般的无数粉丝们目瞪口呆 在网上付封询问 索尼在作甚 你就是在卖汽车只介绍方向盘吗 而隔壁的马特里克也同样坏得很 通过推特在SE发来的贺电 称这真是一场富有创意的发布会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什么叫杀人诸心 这就是 彼时的马特里克可能觉得这下未了我们 正喝着香槟给喷索尼的网友微默点赞 然而不久后的将来 游戏业最大的笑话即将诞生了 2013年5月 为了送走索尼 准备两久的XPOS玩发布会 如约而至 在这场长达62分钟38秒的发布会中 为了高管们轮番上阵 拥足了吃奶的劲 向玩家们卖力的介绍起 这款自带的鸡顶盒 XPOS玩整场发布会 总结下来就是 这台鸡顶盒先进到 你甚至可以用来打游戏 整个发布会 围绕着如何使用XPOS玩来花式 看电视 看电影 看体育赛事 而TV这个词 在发布会上出现了上百次 玩家们最为关心的游戏 反而成了该发布会的点缀 在发布会最后五分钟 马特里克可能终于想起了 这是一台游戏机 于是让手下 依依不舍地介绍起游戏来 但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把这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安排给致命召唤里的一条狗 而到这 其实玩家们也没傻 顶多是觉得未来脑子有病 搞了一台机顶盒 而这些只是马特里克 傲慢与偏执的冰山一角 接下来瓜哥就盘点下 他究竟干了啥 让玩家们过了这么久 都耿耿于怀 一XPOS玩 必须24小时在线签到 如果你没网络环境 是玩不了游戏的 当然六观点 去有网络的地方签到一次 之后你还是可以玩 不超过24小时离线游戏 二限制二手 其实24小时签到 只是国内玩家 连美国服务器有点累 对于美国本土的玩家 没小大的影响 2013年 那时的网络已经是很普及了 但马特里克推出这规定的目的 就是为了限制二手 每张光盘最多分享一次 引起认证机器数量为准 超过数量就需要另外花钱买次数 当然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会是多少钱 因为这计划夭折了 这点就动了很多玩家的奶酪了 因为不管是不是 专门讨二手的玩家 一般玩家总会有借 别人游戏的那一天吧 买来的游戏 突然蹦出个对后框 让你交费买次数 这感觉总不太妙吧 针对这一点 就有记者找马特里克抬杠去了 问他 万一玩家家里没网呢 你猜马特里克怎么回答的 那他们可以去玩Xbox360 那机器不用联网认证 这话传到玩家耳中 你说大家气不气 自然就造反了 就连本来不玩二手的玩家 都开始反感这家伙 高高在上的态度 3.索区 Xbox跨区购买 一直是个隐形福利 追求利润第一 深感被薅羊毛的马特里克 自然要抬出一大力炮 想玩家们开炮 宣布Xbox1将会所趋 4.Kinect捆绑销售 Kinect身为马特里克 当年的得意之作 被它视为Xbox1的主打产品 为提高其装机量 选择捆绑Xbox1销售 这也就造成了 Xbox1的首发价格 499美金 其实Kinect 当年瓜哥360上 是买过一代的 价格不便宜 仔细想象 比PS4多个100美元 就能多个爱戴Kinect 真心不贵 但毕竟很多人 是不喜欢体感游戏的 尤其2013年时 体感游戏乐操早就过时了 起码瓜哥那时候 是完全不考虑 体感主打的产品了 5.其实也是捆绑 Kinect的后遗症 马特里克 能升职总裁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会省钱 Kinect的路眼可见 是肯定亏点钱捆绑的 那为了整体不亏 就只能拿Xbox1 主机本体开刀了 Xbox1 辅典预算只有1.31T 隔壁PS4是1.84 这硬件成本上的缩减 造成的后果就是 跨片那些游戏 Xbox1是完全比不过PS4的 游戏的玩家来讲 一笔隔壁过100美元的游戏机 玩同一个游戏的效果 还不如人家 你是当我们能傻钱多吗 好就当我们玩家确实傻 但隔壁索尼又不傻 会做一代币啊 马上紧跟着微软 又开了一个发布会 高调宣布 1.PS4不会强制 要求玩家们联网 2.允许二手游戏游通 包括玩家合购 3.不索区 4.不捆绑体感设备 5.仅售399美元 而宣布的这5条PPT 简陋到我一看就知道是前天晚上 有实习生加班刚做的 可见马特里克是坑道 连隔壁索尼都意想不到 这5条傻子都看得出 就是针对微软混购稿的 可以说是刀刀致命 X4玩可以说是开局 就自毁了三路水晶塔 直接裸奔皇城决战了 尽管之后 马特里克一看势头不对 火速在6月20日 推翻了自己的种种规定 希望能重新赢得玩家的信赖 但为时已晚 很多玩家已经心灰意冷了 纷纷转偷隔壁 而微软为了补救 在第二个月果断开掉了 犯了重路的马特里克 但他之前挖的坑时代是太大 让微软被动了整个第八时代 由于之前X4玩主打的很多功能 都是需要Kinect来支持的 取消捆绑后 因为Kinect的销量不佳 导致当初发布会上 宣布的众多功能 都成了空中楼阁 Kinect2.0一共就出了 没几款体感游戏 就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一起被扫入了垃圾桶中 就凭这个乌龙开局 大家肯定是觉得 X4玩的最终销量 应该是连X4初代都不如吧 怎么还能在第八时代 拿到第二 卖了5800万台 力压老了呢 那就是下一集的故事了 敬请期待